接下來在 1997 年 他也讓我登上國家劇院 演湘航的腳踏 所以這套衣服我也穿給我 這可以說是寶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寶 也告訴大家 歌仔戲真的是我們臺灣的寶 希望大家能夠執行 剛上有一個人說 李先生能夠到一公司的頂帥子嗎 其實我們很在寫騎的 拍電視都在寫騎馬是寫什麼 我常不寫騎的 只是說現在的馬比較不適合拍戲 因為有些馬是適合給遊客走一圈的 那有一些馬是適合讓人騎著拍戲的 那現在台灣呢 可以說是已經沒有辦法 所以有一些馬 他不習慣騎在他的上面 然後附近上一萬個人去拍攝 他就會受影響 但是剛剛上去 其實是我自己要求要上去的 我覺得穿了這套衣服 然後又有白馬 如果不騎上去的話 我覺得世界都會有什麼事情 很謝謝大家 其實我們昨天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任務 那聽了很多粉絲們感同飛舞的 對歌仔戲的喜愛 從奶奶到她 到下一代 五歲的小朋友上來的 我覺得就是在我們這麼努力的 就是歌仔戲專業 也這麼努力的推廣之下 他昨天有什麼一幹的飛舞的話 讓我們覺得真的再幸福這個時間 我們乾脆 我們越來越希望大家可以 相信 我們台灣再代相傳 讓國際所有的人都看不到 台灣人的認識 哇 好可憐 謝謝 謝謝